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的單元 今天要跟大家開箱的器材呢 是其實大家聞名已久的小富士 FUJIROYO的R20的磨豆機 那為什麼今天要特別來開箱呢 原因在於是 你們都不知道 R20龜磁磨豆機是改版了 這算是一個很巨大的消息 為什麼呢 因為FUJIROYO這個日本公司 它的機器的改版 其實是很久才會改版一次 平常是不會亂改版的 那這次改版的部分有好幾個 那由學長來為大家講解一下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鬼尺刀的刀盤做了改變 那我手上這一台呢 是台灣限定版本的乾青色 就是藍色的部分 台灣限定100台 那當然無論是乾青色 還是黃色或是黑色 或者是紅色 所有的鬼尺都是換了刀盤的 所以如果各位要買鬼尺的話 請注意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是不是最新版本的鬼尺小富士 那我們先來拆刀盤 好 螺絲不要掉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刻度盤的部分呢 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下來就好了 那刀盤的部分 好我們先稍微清一下 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好我們其實看外刀盤的部分呢 就可以很清楚了 以前的鬼尺刀盤呢 它這邊的是一顆一顆 鈍鈍的顆粒狀的 像是牙齒一樣的東西 所以叫鬼尺 它是鈍鈍的 新版本的鬼尺磨豆機 我們發覺說 它還是一顆一顆像牙齒一樣 但是呢 以前如果是舊齒 現在就像是全齒 現在摸起來的時候 可以感覺出來 它裡面的銳利度 比以前明顯銳利非常的多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密度還是很密的 然後你用手去摸 就會發覺說 現在的鬼尺不像以前 那麼刺鈍刀的感覺 現在是比較銳利的感覺 那內刀盤的部分呢 和外刀盤的銳利度 是一樣的 所以你會發覺說 現在的鬼尺磨豆機 不像以前是用鈍刀的刀盤去研磨 而是有稍微帶一點點銳刀 那這樣子會形成什麼樣的狀況呢 因為以前 想說是兩台 一台是平刀 平刀主要就是用銳刀的概念 那鬼尺呢 因為它是用鈍刀 它是用刀盤去研磨 去把顆粒撞出來 所以以前的顆粒會比較圓一點點 但是現在自從改刀盤以後 鬼尺磨豆機的效果上 會跟平刀比較接近一點點 會比以前的鬼尺的香氣豐富度 還會再高一點 果酸的顯著度會再多一點 還有層次感也會變好 這三大改變 是鬼尺磨豆機往平刀的方向 再前進一點點 所以這是一個很顯著的新的改變 所以如果各位要買小富士鬼尺的話 記得一定要認明新版本的 風味上面還是比舊版本的 我覺得還是再好一點 再更清亮一點點的 OK 好這是第一個很大的 也是最大的一個改變 好我們把它放回去 好是第一個改變 那第二個改變是什麼呢 第二個改變呢 就是我們發覺說 中間 豆槽跟機身中間多了一個金色的 這個像是脖子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用兩個螺絲來固定住 好就轉開呢 就可以把這個 豆槽 原本是長這樣 原本是長這樣 現在多了一個金色的一個像環狀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的目的是什麼呢 也是有點像是一個安全機制 因為它現在比較深了 你在使用吹球的時候呢 你就有了這個東西以後 你的吹球比較不容易 碾進你的豆槽裡面 然後這是第一個安全的部分 第二個部分呢 是因為以前這個部分 豆槽部分呢 是很容易不小心鬆脫的 你在搬運過程之中 或是說沒有壓緊的時候 當你機器一開 它的震動很大的時候 這個豆槽是容易掉落的 掉落到地板上 裂掉後 這個豆槽就要重買 而且不便宜以後 因為畢竟是小富士的東西 那現在有了這一個 金色脖子以後 你先把它安裝上去 這邊有一個孔位 安裝上去 然後再把你的豆槽 安裝上去 然後 好 這個部分呢 你就 把它轉緊 好 這個部分呢 你就用螺絲把它轉緊 然後這個部分也是 另外一個螺絲把它轉緊 這兩個部分都轉緊以後 你的豆槽呢 就會被固定在這個環上 因為它已經有螺絲 會把你的豆槽會鎖住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開機的時候 豆槽會晃動 然後這部分把它轉緊以後 然後這個部分就形成一個新的行接點 然後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會發覺說 現在你用你的 你的吹球在吹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 讓你的吹球吃到你的刀牌 如果你不小心開機 你的吹球也比較不會吃到機器裡面 然後手指頭呢 因為距離比較遠一點 所以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那這是一個安全 這是第二個改版 那舊版本就沒有這個 那同樣的 如果你無論是買這個乾青色 或是黃色、紅色 或是黑色的小富士 新版本的 一律都有增加這一個 那乾青版的部分呢 還會多了一個這個 接粉杯 因為以前都是接粉盒 那乾青版的 多了一個這個 補鏽鋼的接粉盒 還是蠻好看的 但是呢 除了乾青色特別版以外 黃色版本 跟紅色版本 還是以前過去使用的 塑膠的粉盒 還是一樣的 只有乾青版本是用補鏽鋼的 那其他部分呢 都是一樣的 那建議大家小富士呢 因為小富士的價錢 本來就不便宜 因為他也算是 家庭用磨豆機裡面的高階 甚至是頂標 算是很好的 的磨豆機 所以建議大家呢 還是不要買水貨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實際上呢 因為小富士它的功率呢 是台灣是110伏特 但是在日本電壓是100伏特 所以實際上 轉速上面呢 就會有差別 因為就像以前買的 就是日本版本的 那其實在轉速上面 你聽馬達聲音 運轉的聲音 還是會有差別的 那小富士同時 又是一個 轉速非常快的機器 它有1600轉 所以實際上呢 它的電壓不同的情況下 轉速也是會有點差別的 但你的風味呢 也會有差別 另外呢 如果你買的是 日本的水貨的話 你如果 同時間你電壓又 比較不符合的情況之下 對於器材的壽命 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點緊張的 那這種1萬多塊 接近快2萬塊的磨豆機 如果你壞掉了 你又沒有保固的話 你會覺得很痛 待會我們再用新版小富士來沖煮一次 並且沖煮完的話 就會告訴大家說 它的風味差異是什麼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利用新的小富士鬼齒磨豆機 來進行沖煮 那我們今天搭配的濾杯是 M1新芒濾杯集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克數呢 是20克 好 研磨度呢 我們先使用鬼齒的5 那我們這個研磨的粉呢 其實 比之前的鬼齒看起來呢 還是比較有一點有靈有角的 之前的顆粒看起來 還是比較圓潤一點 好 然後倒粉 主要是 主要是沖煮完以後 我們來跟之前的鬼齒 比較一下 好看看什麼鹹分針 1 2 3 回中間 大約40克左右的 水來門針 那門針時間呢 我們抓大概30秒 好 時間差不多了齁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順順的給水 從中間給下去以後 順順的往外給 然後給到有點醃水的時候呢 回中間 一路給到120cc 好 休息一下 幫它浸泡一下齁 試一下水 然後好 水大概流到一半的時候呢 我們再給 我們再給 第二次的給水 好 第二次給水 一樣 輕輕的繞就可以了齁 回中間 給80 給到200cc 好 可以看到齁 整體的流速還是滿快的齁 那鬼齒5的研磨度呢 其實跟我平常用平刀4的研磨度差不多的 好 讓它留一下 然後 最後 留掉差不多一半的時候呢 我們再進行兩次齁 第一 第三次 好 一樣繞圈 50cc左右 這次的水少一點點齁 第二次的水最多了齁 第二次我們會讓浸泡時間稍微長一點 那後面兩次呢都短一點點齁 所以一次五次五次就好了 好 快要完的時候呢 最後一樣 給水 稍微繞一下 再回中間 好 310c結束 那現在流完我們就完成了 好 我們來準備來試喝一下 沖煮時間大概是2分30秒 寒悶蒸時間大概2分30秒 真的是滿順暢的 和舊版本的龜翅磨豆機呢 口感上面呢 是明顯 新版本的 口感是比較沒有那麼厚實 但是新舊版本來說呢 應該舊版本是最厚實 然後這個 介於中間 然後小富士 平刀呢 是比較厚實的齁 但是呢 在輕亮度上面 就是 香氣還有 層次感上面 其實這一台呢 都比舊版本的小富士 龜翅來的還要更顯著一點 更優秀一點 尤其如果你喜歡喝中黑 或中淺焙的話 現在用小富士龜翅 它的 調性呢 已經會越來越逼近 頻道的感覺 所以其實 這個 調整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那如果各位 對小富士系列有興趣的話呢 但是又 比較不喜歡 過分多的 口感的話呢 其實現在選擇小富士 就是新的龜翅 是一個蠻好的選擇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 學長開箱的內容 就是差不多到這邊為止了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來參考一下 新版本的小富士龜翅喔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喜歡學長頻道的話 也歡迎訂閱 還有分享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學長開箱 就到此為止囉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